中了標開心了一個月之後就開始知道賣了東西 不同的部門不同的人都過來跟我們聊過 其實不是政府教訓我們的 是這個制度教訓 運用資金就只加不減 商戶完全缺乏以價的能力 租政府的店舖既沒有私人市場的靈活 也沒有政府針對經濟週期而調節的操作空間 我們私人的房子 私人的租位 在疫情份上都會減減租貿易 所以很難維持下去 在這裡賣一斤蝦只有十多隻 外面深加寺一斤蝦 起碼多五隻 街市也有選擇很多 街市也有多幾種魚檔 多幾種肉檔可以選擇 在澳門周時會見到空置的吉舖 根據統計局資料 截至2022年12月 澳門一共有42,986個工商業單位 空置率大概是10.8% 但就沒有統計單純商業用舖位的空置情況 私人舖位空置 我們可以將問題拋回私人市場 但如果公共房屋的舖位長期空置 問題又出在哪裡呢 近幾年 我們經常會看到石排灣很多空置舖位的新聞 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房屋局手上有多少個舖位 當中有多少個舖位是吉了 為什麼會有些舖位長期都租不出 或者有些舖位長期都不租呢 我們向房屋局查詢 根據局方被我們的回覆 以及網上公布的數據 截至2022年10月31日 房屋局持有106個公屋舖位 當中76個出租之中30個空置 房屋局首持舖位的空置率大概是三成 在數字上看似乎沒有想像當中那麼高 但是在30個空置舖位當中 有13個就在石排灣這裡 而當中12個就在葉平大廈 非常集中 商舖不僅僅是做生意 實際上是生活的一部分 尤其公屋商舖要保障居民的生活所需 大家看到這裡的吉舖位相當多 親身的感受甚至比數字更加之多 我們不禁要問 是不是有些店舖 其實已經租出了 只不過很少去經營 或者直接結業呢 而這些結業的店舖 其實要經過多少重的手續 要經過多久的時間 才可以重開 到底當中有沒有一些因素 阻礙了這些店舖 可以重新投入市場和流轉呢 今集節目 我們訪問了一些石排灣的居民 還有曾經在石排灣經營10年的超市 和一間仍在經營的食市 經過深入的了解 我們發現原來一同落後的法律制度 加上不合理的規劃 足以左右轉整個公屋商部群的經營環境 更加令到該區的生活質素得不到真正的提升 2013年10月 石排灣公屋正式入伙 因為配套以及民生設施嚴重不足 入住宅的市民生活非常不便 引起社會猛烈批評 在入伙的頭幾年 開業的商戶都很少 有些進了場的商戶 因為生意淡薄 早早關門 或者縮短經營時間 陷入了惡性循環 居民和商鋪都沒有人得益 一轉眼十年二角 隨著一些食市和店鋪 陸陸續續的進駐 今時今日 石排灣公屋群的生活圈已經有所改善 但是商鋪的經營環境依然困難 特別是一些沒有連鎖大型企業背景的中小企 麥先生是當年 第一批進駐石排灣公屋群的商鋪之一 之前他做IT 在報紙看到政府的招租廣告 兩夫妻毅然辭職去創業 一心入石排灣搞超市 為何會選石排灣呢? 因為我們覺得這是政府的暴流 業主是政府的 不會有私人市場 見你生意好 即假狂加租 當你吃麵 分分鐘半年後會加你一倍 我們為了希望減少了這個部分 我們就選政府的店鋪租 房屋局當年以暗標方式 為石排灣公屋群招租 麥先生出價12萬一個月 投得一桿4千多隻的超市鋪位 打算大展拳腳 誰知就認為差不多10年的惡夢 因為當時周圍的環境 就覺得應該有得做 我們出12萬應該可以的 誰知計算完數 你考慮什麼因素 為何會有得做呢? 有得做就是政府的範圍很大 石排灣有安居樂業 一看應該有很多人去買東西 但事實上不是的 是好收客的 少到什麼程度呢? 那電腦就有Screen Saver 收銀機的Screen Saver會走出來 那你說想一下 應該半個小時也動不了滑鼠一下 因為他們開頭叫我們盡快開 為何他們會迫我們盡快開呢? 就希望人們一住就有配套 因為我們是開荒牛 變成我們要先開 然後人們才會看到有東西買 有餐廳可以吃東西 你需要的產品都有些 快點進來住 他們是打算用這個方法去吸引商號進去 但是他們不知道商號進去 要經營的時候都是很困難的 我們的位置在社屋的下面 就好一點 因為社屋基本上單位都是有人住的 但是在那些經濟房屋那裡 就不是了 可能有些人入住的速度會很慢 有兩間便利店的朋友 都是很快就不做了 接著就是有些茶餐廳那些 都很快就不做了 我們訪問了另外一間食店 在葉拼二樓平台 負責人令他們在這裡經營了已經很多年 現在還是苦苦掙扎之中 經營狀況不太理想 為甚麼呢 這邊的消費力不太好 你也知道這些扶販 我都開了入山堂 那裡都 我看到有很多 那麼多年都沒有錢賺 都做不下去 特別是這些扶販 比如經營這些 他們有時間收工 旁邊去澳門大把好東西吃 這邊都是吃的快餐 簡單一點 除非有應急工人 就在附近叫 在外賣 那些吃好東西 澳門大把好東西吃 這些不是靠遊客教街 街坊 或者附近的工地 一中午只下午五個人 但早餐也很少 早餐也只有幾個人 我們已經準備下班了 四點半就下班了 對呀 也沒有生意的 沒有生意的 對呀 石牌灣 一個擁有九千多個單位 住了幾萬人的社區 為甚麼 相互經營這麼困難 而居民的生活需求 又滿足不了呢 我們總結了幾個原因 首先 石牌灣公屋群 在2013年 落成的時候 周邊地區的私樓 大多數都未見成 社區設施 又未完善 石牌灣 形同孤島 當區居民 以基層為主 公身一族 早出晚歸 長期留在這裡 大部分都是長者 所以這裡的消費模式 消費習慣 就比較單一 其次 當年政府 為了追上 萬九公屋這個承諾 石牌灣樓宇的設計 沒有急就張 商鋪的數量 類型 選點 設計 都有問題 有時 連找的店鋪門口都難 怎麼做生意呢 現在房屋局依然用第2892M號法令 除了以上所說的三點之外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 整通公屋商鋪的租贏和管理相關的法律制度 都嚴重滯後 而且管理的模式也很僵化 令到商鋪的經營和流轉都出現很大的問題 現在房屋局依然用第2892M號法令 即是31年前的法例 去出租公屋的商鋪 根據法例 房屋局有權以過去一年的通脹為依據去加租 在實際的操作上 租金只能夠與通脹硬性掛勾 房屋局不會考慮當時居民的入住率 社區的發展程度 整體的經濟環境 商鋪的經營狀況等等 基本上只要有通脹都會加租 毫無靈活性可言 為什麼它始終是虧 因為它交租的機制不是不停加上去 根據統計的補償局 每年都有一個通脹 有一個物價指標 他們就會根據那個指標做一個適當的加減 但是從來未監過 因為通脹不停加下去 他們跟我們說是從來未減過 我的例子就是 無論經濟好經濟差 它都是向上加 它不會瘋狂來加 它不會突然說 加你50% 加你40% 不會 它會按一個幅度去加 但是無論你有生意沒有生意 你做到做不到 它都要加 開頭我們說是12萬 我們臨到走的時候 已經租金去到16萬一個月 人家那些私人的房子 私人的租位的話 在疫情份上都會減少租金 政府這些不能減 所以很難維持樂圈 因為它法律的寫名就不允許 是呀是呀 政府這些部門又好又不好 搬了出來之後 是不是有一種 戒徹的 是放鬆了很多 因為我們出來之後 租金便宜了10萬元 差很遠 但我們的地方便小了一點 租金就只價不減 商戶完全缺乏以價的能力 租政府的店舖 既沒有私人市場的靈活 亦沒有政府針對經濟周期 而調節的操作空間 想正常做生意 其實也挺難的 差不多一個店舖 由不同的政府部門 就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好像由市政處或者由房屋局 他們的出租條件又差很遠 無論是招標文件 或者合同的要求 相差是可以很遠 兩者的租金差距 甚至是有幾倍那麼大 非常不公平 當時我們進去的時候 石排灣巴士總站是辣地 是 未開 然後我們在那裏做生意 他們就開始在那裏 建造巴士總站 然後建了樓上之後 二樓就是現在的新苗 那個超級市場上面 其實他們的租金是15萬 還比你更便宜 他們的租金是15萬 然後我們是交16萬 新苗的地方是我的多少倍呢 20倍左右 是我的地方的20倍 然後新苗一開 第二個月白階就說不做了 因為當時的白階是交近55萬 但是白階因為他是向市政署租的 市政署那些是時間的合約 即是甚麼呢 即是我租給你四年 四年都是這個價格 都是這個價格 不會變 不會上 不會下 然後重新再招標就是來來 來來當現在的價格 我沒有記錯 都是大約12、13萬左右 是租了原先白階55萬個位 所以你明白 新苗是有一個小食區的 是 沒錯 外面是有熟食的 整層都是新苗的 應該裏面我想有十多間 差不多 那十多間要交租 即是要交租給新苗 是 即是他做了異判的角色 沒錯 剛才我說他交15萬租 在那邊有十多間 一間我當你便宜一點一萬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收一萬 不止這個數 你當每一間收一兩萬 他已經完全抵消了租金 所以他那些零售的產品 可以買得很便宜 針對公屋商鋪租任法律落後的問題 政府其實都心中有數 他們看到商戶經營困難 亦都試圖去聽商戶的意見 和他們去推出一些宣傳的措施 但是這些短期的措施 往往都是留於表面 我們會問 為什麼 不直接面對問題的核心 收法 為什麼一拖 又是十年呢 其實他們是願意跟我們談的 當時我們試過有一次兩次 就是近乎是拖了整個石排灣所有的鋪位去 然後他們也有一些 小小的設施 就是小小的東西去幫 不如幫你派傳單 但是 這個是指標不自滿 但是都沒有什麼 去實際上網 因為其實 他們不是不願意去聽 他們願意去聽 但是他們是 沒有辦法去幫助 是 因為法例的條文 已經是 白紙黑字在你租的官司 已經是寫了進去 是 他們的酒 首先 房局的酒棧空間 是很小的 但是問題就是 我不明白了 其實你們跟他們 都反映過 這個問題 他們都知道這個問題 都知道這個問題 但他們不能動 前後十年 其實 怎麼會是不能動呢 他們不同的部門 不同的人 都過來跟他們談過 包括特首都進來我們店鋪看過 是 很多人都過來看過 都是沒有辦法 四個字 我都不能做 是 根據法例 公屋商鋪 在招租的時候 會列明 從事之商業類型 即代表 政府 可以分配 商鋪 做什麼生業 例如規定 哪一間鋪位 要做超市 做零售 做餐飲 要有銀行 五金行 約房 時至今天 石排灣公屋的生活環境 已經不算太差 政府這種計劃式的管理 初期可以保證 當區居民的基本生活所需 但時間一長 就沒辦法按照市場 以及居民的實際需要 去調整 正如這麼多吉舖 怎樣才可以加快招租 怎樣才可以增加靈活性 令到商鋪可以繼續經營下去 居民也受益 這些方面 全部 都要由收發開始著手 歸根到底 居民需要些什麼 居民自己 就最清楚了 其實可不可以在石排灣裏面 我不用出去 我搞定了 衣食住行 可以的 超市也有菜 新鮮菜也有 不過貴一點 但選擇多不多呢 選擇就不是很多 只有一間 那裏賣豬肉 只有一間 好不好 你都在那裏買 是不是 在這裏買一斤的蝦 只有十多隻 我外面濕街市 一斤的蝦 起碼多 多五隻 嘩 差很遠 江街市這裏有時候 很貴 買魚也很貴 街市也有選擇很多 街市 起碼多幾種魚檔 多幾種肉檔 可以選擇 對嘛 這裏沒有吧 這裏 入彎灣整體的格格 吃東西 或者超市 是貴一點 還是便宜一點 就是 跟澳門那邊比 呃 其實 吃東西這邊都差不多 有可能是超市略高一點 略高一點 對 你最希望吃入彎灣 真的可以有些什麼店 至少需要 一個地方可以貨 去買文具 因為 文具都是一個消耗品 欠缺就是那些便利店 便利店 好像七仔 OK 沒有 沒有 萬一你這裏收了舖的 好像我那些低層的基層的市民 好想買這件東西 要搭巴士搭很遠 公屋商鋪問題多 受苦的 何止石排灣一角 青州坊 以及周邊公屋群都有差不多的情況 就好像我身處的青州坊大廈 只有九個鋪位 當中 四個已經租出了 五個還在閒置當中 雖然社區設施比較多 但商鋪的配套 就不足了 幸好 附近是筷子機 居民買東西 食物等等的生活 未至於 太過麻煩 但房屋局 未善用 公共空間 和資源 就是鐵一般的事實 澳門即將會有A區 或者B區 或者C 即是會有新的區域 又會再發展 其實我自己覺得 如果他們用現在的法律模式 賭武出來 亦都是我這樣的情況 又會再賭武一次 不是政府教訓我們 是這個制度教訓我們 作為過來人 麥先生就說 要吸引經營者 由成熟的區域 轉到一些新區去經營 必須要有策略 初期可以提供一些優惠 令到商鋪不至於 虧太多 可以提供到一些基本的服務 而且 大公司 小公司 都可以邀請 或者去投標 可否有些小商戶進去呢 例如一些區域 好像澳門現在有些叫呼化 或者叫初創 它都是一個 你當它是一個商場 然後裏面都是很多 細格的 店舖都租出去 都是做零售 因為現在 即是我們現在和10年前 10年前其實沒有人會 叫一些外賣 電單車送給你 沒有的 整個市場不同了 現在市場是不同了 基本上你的店舖 在哪裏其實沒什麼所謂 所以如果你政府要設計 你要計劃那件事的時候 你再用10年前的 我們那個時代的方法去計劃 我想應該不對 如果參考香港的例子 譬如我們把某區裏面的商場 判了給一間公司去負責招租 他去安排 類似香港的會領展 其實你又覺得 合不合呢 其實這個情況就是 就是 市政署的 批給的來來 和新苗 就是這樣 當時他們興建灣市站的時候 每個人都遇到二樓 就是街市 在我們石排灣住的 那裏所有的人 都是很開心的 因為街市 就是有一頭標 你可以隨便找一個檔口 我不知道你多少錢 租回來 然後就可以賣菜 沒錯 你做豬肉的做豬肉佬 他做賣菜的做賣菜婆 做相同的東西 個個都很開心 因為在石排灣落群樓裏面 上面住的那些 因為我在那裏做了19年多 基本上街坊是關掉的 即是當時 現在你說換了人 我也不知道 很多都是不同地方 做炒食的 做煮食的 賣菜 什麼類型的人都有 他們過得很開心 但是 打算機會來了 什麼時候不開心呢 就是 他用了你剛才說的方法 就是判了給某間公司 就等各間公司 來統一 去分配一些東西 站在公共行政層面 將所有商鋪判給一間公司 一次過搞定蔡玉魚 無疑是方便的 只要定時收租監管就OK了 但是 是不是真是最有效地利用 公共資源 以及對社區 是不是最好呢 為什麼人們說當時想要一個 好像路環街市的方法呢 第一是便宜 你便宜了之後 物價便宜了 不單是物價便宜 你是帶了就業機會 你是等當地 即石排灣的人有地方去做事 其實我覺得 有點像新加坡 為什麼他做食堂呢 便宜 是 給樓上的阿姨 多少男的出去做事 老婆在家 每天坐著都沒有東西做 在那懂得肥膏 你為什麼不給他機會 他又懂得煮東西 為什麼不給他機會 他下去留下廚房 煮東西炒東西 有花煞 賺少少錢 你又可以給到一班人去賣東西吃 在房局 或者是市政署 或者是 一些任何的判級 這集可以做得再公開一點 透明一點 還有是 一定要遇到一定的走盞 其實我們石排灣困難的地方 是困難在政府 在法例上不能走盞 尤其是租金 看看怎樣可以 釋放到一些權力 給一個適當的部門 讓他可以在一個可以控制的範圍 盡量控制 今集就聽了很多意見 總結就是一句說話 澳門人不想見到石排灣事例再次重演 我們希望特區政府盡快修改 過了時的法律法規 引入商業管理模式 並按私人市場的方式去運作 記住 要以居民的 實際需要為依歸 並非掌官意志 新城區 大興普牧 已經迫在眉睫 政府必須 在規劃層面 確保公共房屋鋪位 以及 輕軌東線 地下暴行街 等等的 商業空間 得到善用 促進區內的 工商業發展 和就業機會 並通過 制定人均 社區設施標準 包括學校 運動 街市 商店等等 去確保 社區的設施 能夠回應到 當區居民 甚至 是整體澳門居民的需要 展望未來 新城區的建設 目標是改善澳門人的生活環境 和質素 所以 我們一定要一起 監督和推動政府 去做好新城區的規劃和建設 因為 新城區 將會有數以十萬計的澳門人 在這裡生活和工作 當中包括 你和我 還有 我們的 下一代 我們會說 我們會看到 個人機構的 我們要做好新城區